大家好,我們的作品名稱是 敏港福臺自動對接裝置 我們會研究這個作品呢 是因為在早期陰水人登上商船的方式 是以身體的方式登上商船 然後假如陰水人沒有跳紅的話 可能會陸入海中或者是被商船夾斷腿 也因為這件事成為了我們研究的目的 我們的想法是在商船船旋邊製作一個福臺 福臺下方接一個感測器 感測器會隨著讓的高低起伏上下移動 這樣等於是跟著讓走 福臺就會順利貼於敏港船旋邊 這樣引水人就會安心的增上福臺 接下來由下一位同學介紹機構 機構,我們機構是由壓克力板所組成 壓克力板上方貼入海浪貼紙 商船,商船支架 靈港船,靈港船支架 浪板,浪板承架 福臺都是由3D電力所令而成 商船上方設有馬達圍動開關 去感應控制福臺 福臺下方設有圍動開關 去感應浪板 接下來電機的步道 我們再給一個同學介紹 接下來我要來為各位介紹 是我們的機電運作原理和相關的零件 這是我們的PLC主機 和負責工作和各項零件的作動 為了使福臺能夠達到我們的預想中 隨著讓走的作動方式 以下為電動組的三點 POSE為切換開關 B接點為上升模式 A接點為對接模式 當今天飲水人準備盾穿時 我們切至A接點對接模式 福臺下方感應器沒有接觸到海浪時 福臺持續下降 接觸到海浪時 我們福臺上升 完成對接後 我們切至B接點上升模式 按下按鈕後 福臺上升 當上升至一定高度時 觸控到我們的感應器 此時停止作動 接下來我們看實際的配線情況 PLC前半部分為磁油電 旁邊接的三顆12V的磁油電池 其他線路則為馬達的正負級回路 PLC後半部分為磁油電 負責創作的各項零件 我們的走線縫位兩路 入網的按鈕開關 以及前往開關 另外一路則為我們的感應器 接下來我們請校衛進學 來往我們介紹的試驗過程 想由我們來為各位操作示範 使福臺的操作原理 我們透過實習台 來模擬這個音樂 身體過程 依據各種功能不同 商船及平港船的緊描角度 來模擬各種功能下降爭 那我們去通道六級的位 各位做角度 我們模擬出來的角度是 商船可以有兩度 平港船可以有為C度 為了讓我們更容易觀察 所以我們將角度停在最高值 測量出來的數據為正負0.51公分 依照我們所測的比例換算 台階數為1.5接 那我們接下來 撥下自動按鈕 才會下降通道浪板 與商船或平港船速對接 使民船能順利的跨上上船 接著按下上船按鈕 使民船能順利的登上商船 那接下來 我們下一位支援 來為我們做最後的總結 從我們四組實驗發現 當我們模擬1到4級風浪時 平港船與主台能輕鬆對接 使民船能能輕鬆登上船舶 當我們模擬5到8級風浪時 因風浪所見變大的原因 而導致主台及平港船對接的 差距變大 會使民船能走穿 不見變的痛苦 在這次試驗中 我們也發現一些問題 一一如下 當我們在製作浪板時 發現浪板的厚度 會影響到它的抗浪強度 由於我們這個裝置 是有橫向擬浪的方式 來試驗對接的安全性 但由於一般的情況下 橫搖不建議登船 但由於我們有主台的輔助 能安全的跟著浪艙下起 這會使我們運船的登船時更加的穩定 以上是我們平港浮台自動對接試驗的結論 謝謝大家